人家PK厨艺 他刚才做的这一道是凉满菜 您这道做的是一道蒸菜 对 起码我觉得这两道菜在营养上来讲 都属于是保留营养物质会比较多的一种烹调方式 对对 尽量减少破坏这种营养素 没错 而且你要做蒸蛋 三种蛋 一种是普通的鸡蛋 另外一种是松花蛋 还有一种是咸鸭蛋 今天你要放在一起 今天我要放在一起 把它蒸一下 蒸一下 那好 咱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就是先把鸡蛋搭出来 搭出来 搭出来以后 就是要把它搅匀了 搅匀 那第一步我们到这边 把鸡蛋搭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 那我们就切一下 切一下 其实你看你拿这个松花蛋 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在超市买的 有时候它挺大一个 它挺大 外面那个泥很大 但里面有时候那个蛋不是很 不是很大 就是很小 都是那个泥巴 然后有的时候还买回来 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的呀 它会标注 比如说是微珊瑚的 或者什么地方的 对 这个您怎么一般怎么挑 有没有一些方法 挑的时候吧 尽量的就是放手上 这样 点点 点点 点里头它有点发颤 发颤法就比较好 这样 点一点看它发沉的 切完了以后吧 就把它放在鸡蛋里 好 因为这个鸡蛋吧 这边打好了嘛 对 这边打好了以后 这上面有些沫 就把这些沫稍微往外一撇吧 为什么要把这个沫撇出去呢 因为它这样中出来的时候吧 它不起泡 不起泡 这个蛋里头没有加水是不是 鸡阿姨 这个不用加水了 一点水都不用加 对 好 我们把这个沫 为它轻轻撇出去一点 您在家里面要蒸鸡蛋糕 是不是也尽量不要让它有沫 对 鸡蛋糕有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会蒸老 或者说它那个孔系会比较大 可能跟这个沫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三种蛋 还选了这种咸鸭蛋 对 这个咸鸭蛋也是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还有各种的氨基酸 并且呢 它的矿物质 无基盐 以及各种维生素 维生素的含量都很高 它比普通的鸭蛋 或者是鸡蛋这种含量都有所提高 没错 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只是呢 这个咸鸭蛋 它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 所以你像高血压 肥胖的人 还有慢性的肾病 糖尿病的人 吃起这种咸鸭蛋来 要注意量 好 这边直接都放在我们的鸡蛋液里面 用鸡蛋液来把这两种蛋包围住 今天这个我个人觉得热量还是挺高的 是不是 对 因为都是蛋 我们都是用的全蛋 胆固醇的含量还是蛮高的 没错 但是美味是一定会的 我觉得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三种味道的集合 好了 这边我们把三个蛋都放进去了 放进去了以后吧 我们的搅晕了以后 放过来要蒸一下 蒸多少时间呢 大约15分钟吧 咱们这上面不用撒点葱花之类的吗 直接这样蒸 直接这么蒸就行 我们用了一种非常健康的这种烹饪菜绕的一种方法 用了蒸 因为你看蛋如果用油炸的话 它油温可以高达300度 那如果等水蒸也就是说只有100度 没错 这样营养素会更多的一个保留 另外呢 我们就说讲究这个蒸菜绕的时候呢 要讲究原汁原味 所以尽少量呢是加这个盐 或者是一些酱油这种高含 含盐量比较高的这种调味品 所以在无形当中要比别的这种烹饪方式呢 更减少了这种盐的摄入 所以对像肾病啊高血压心脏病的人来说呢 还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的 所以说现在这三个蛋放在我们的碗里 在盖上盖子 等于蒸出来一份营养餐了 那么我们就等上15分钟 15分钟之后我们一起来尝尝这道餐